您好,我是张天书,在《读书》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,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,谢谢您的支持,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。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,高耀杰回忆与随想。 该书由明镜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,作者是高耀杰。 本视频包含该书张杰,第五章,知识论坛的部分内容。 第37节,《曼哈顿奇遇》,这是王海吕2013年8月21日的一篇文章,记录了一些情况。 多年来,我一直自怨自艾,虽算不上千疮百孔,但我年纪轻轻,就早已身心俱毁。 即使有重点大学的博士学位,高校教师的安稳职位,我却仍深陷于自卑尼闹,无法自拔。 若不是2011年那个风雪早降的十月,上天给,差点流落街头的我,与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老人,安排了一场曼哈顿奇遇。 若不是这位世纪老人遭遇不幸,却仍坚强不屈地行走在抗爱妨碍路上的种种事迹,令我如蚊惊雷。 我可能仍沉浸在个人的悲愈小事中,永远无法体会到,天地有大爱的神迹与恩典。 五、三妻,一一位八十多岁老人,为我深夜守候。 那个十月,我失去了中国那边最亲的亲人,奶奶。 母亲怀我时十六岁,根本不懂运气保健,造成八个月早产,我出生时像个病猫。 算命先生说母女相克,于是,我就跟着奶奶长大。 奶奶是我童年记忆的重点,她总笑咪咪的,从来不打骂我,我是她最疼爱的心肝肉,宝贝肉。 在那些贫穷的日子里,她把我父亲孝敬给她的一块鸡肉,几条肉丝藏起来,省给我吃。 父亲怪她,她总笑着说,给男男吃,尝身体呢。 奶奶亲自上山采集松树的花粉,做成香甜的松花糕,我的童年因此有着金黄的色泽。 那个十月,我痛是我中国的奶奶,身心俱寒,如坠冰骨。 我总背叹自己的命运不济,遇人不闲,诸事不顺。 我没想到,上天竟如此厚待我,早已在美国奇迹般的预备了即将收容病,接纳我的另一个奶奶,高耀杰。 本来,我只是去哥伦比亚大学开会,曼哈顿寸土寸金,房价奇贵。 会务组按标准预定的宾馆,距离曼哈顿有一小时多的车程,房价每晚仍要一百多美元,我付不起。 哥大邻近的小旅馆,也客满未换,我挤不尽。 于是,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去哥大教会求助。 一位女生叫美青,主动上前拥抱我,笑着邀请我去她的住处借宿几天。 夜色中,我随美青行走在百老汇的大道上。 一名女子推着自行车,另一名女子紧随其后,行色匆匆,笑语连连。 我从没想到,这一序幕即将拉开一场奇迹的交响曲。 任何人为的影线与刻意安排,都抵不过上天对我们的美意。 那幢高达百米的公寓楼,其实并非美青之家。 西班牙人,墨西哥人,印度人,白人黑人黄众人,各色人等,于目混珠,倒也相安无事。 虽然有门卫保安,但我随美青进入石墨被盘问。 八楼一角,美青与一位老奶奶同住,不必付房租,管她吃饭等生活,只需在课余照看一下老奶奶。 那一夜,我睡在一张完全陌生的床上,沉香一宿,酣睡如脸。 次日醒来,心神舒畅,牛奶已经热了,面包也有了。 那间一房一厅的合作公寓里,三个背景不同,年纪不一的女人,彼此信任,不遗不弃。 我按时去参加会议。 期间,窗外突然飘起了大雪。 会后依然风雪漫漫。 我因为约见了一位从皇后去来的好友,很迟才回家。 门开着一条小缝,奶奶一个人坐在床头等我,一手握着电话机。 她说美青还在学校上课,她担心自己耳朵龙儿错过我的电话,听不到我敲门,所以就一直没敢睡下。 等着我回家,那一刻,我的心被一股暖流充满。 我不过是一个借宿的陌生人,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子,有何大德大能,敬劳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,为我深夜守候。 我又是何等孤陋寡闻,并不识得这位慈眉善目的老奶奶,竟然是中国民间妨碍第一人高耀杰。 五、三妻、二出身,家教影响人生。 高耀杰出生于名门望族,从小受诗书礼仪熏陶,被儒家修身至天下之精药,她却选择了又累又脏的妇产科职业。 她恪守医德,兢兢业业,以治疗妇女疾病胃药室,以迎接一个个鲜活的小生命为乐事,成了许多家庭的宋子娘娘,却在文革期间被当作牛鬼蛇神,揪去游街,受经虐待凌辱。 十三岁的儿子,受诸连之后,被当作反革命,而关进牢狱。 她则因上访,被当局制造罪名,而进了牢教场。 平反后,她1974年重返专业,深入研究恶性滋养细胞肿瘤,攻克戎癌,恶仆等疑难疾病,成果卓越,闻名侠二。 退休后,本可以与老伴共享休闲时光的高药节,没有接受医院返聘,而是接受许多单位的邀请,从事妇女保健,防止性骚扰的宣传,大力打击假衣假药。 1996年,一次偶然的紧急会诊,她首次遇到艾滋病晚期患者巴某。 巴某是个善良农妇,却因老公好心地让她在子宫肌瘤切除术后,接受了医院的输血,不幸感染了艾滋病病毒。 这个无辜妇女的悲剧,大大的触发了高药节穿越假象,探查真相的勇气,一点点揭开了中国血浆经济背后的罪恶。 20世纪80年代末,中国许多地区办起了有偿买卖的血浆战。 一些农民因贫穷无知而被号召去卖血,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,另一些病人却因接受输血而无辜感染。 当地政府却不思过错,反而隐瞒血灾真相,甚至迫害知情者,纵容血霸血头,非法牟利,任由被于血库继续使用,导致许多个巴某这样的无辜病人不明不白地得上艾滋病。 母婴传播又无情地夺去了许多个儿童的生命。 旧坟心肿,孤儿寡母,卖血遗恨,冤骨悲情,游依泛滥,贪官成灾,目睹社会,怪状与连绵祸患,一向正直果敢,绝不同流合于的高耀节,惊而怒,怒而愤,愤而呼。 自1996年起,他一方面无私救助那些艾滋遗孤,一方面收集艾滋灾区的一手材料。 十几年间,他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,走访了河南一百多个村庄,一千多个艾滋患者。 有时,刚拍到照片却被强行抽出胶卷,当场毁损。 有时,地方官员派人追赶驱逐。 人间的恶风寒雨,比自然界更强烈,但什么也扑灭不了他为那些冤患枉死的人,还原真相的勇气。 他在国外出版了《易政定案一百例》等书。 高耀节自费做妨碍工作,他印刷赠送,艾滋病信定防治,39.5万册,妨碍宣传资料120多万份,大力呼吁社会各界的关注。 当地政府却颠倒黑白,混淆视听,是他的正义之举为破坏政府形象。 高耀节被监控,钉烧,跟踪,甚至非法软禁。 家人,子女多次受株连,但这些都漠使他向黑暗强权低头。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,阴谋深深,裸网层层,源源不断,前劫后赌,包围着他,让他憋杀,闷杀,欲杀,恨杀。 这个八十多岁的小脚老人,为了坚守正义,不被晋升,一步步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流亡路。 他出版了《高捷的灵魂》,揭开中国爱自疫情真面目,等书。 美国维护世界妇女权益组织生命之音,环球合作伙伴授予高耀节2007年环球领导奖。 高耀节在美国国会、高校发表了多场演说,引起国际各界的关注。 希拉里先后四次会见高耀节。 令人遗憾的是,大陆有段时间禁止出版他的书,即使能出版,也得删减修订。 幸好,港台,海外出版业给了他出版的自由。 血灾,一万封信,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,揭开中国爱自疫情真面目,由台湾博大出版社出版,中国爱自并货,由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。 英文版《高捷的灵魂》,在香港出版。 对于我这个两耳不闻窗外式的小女子来说,眼前这位慈祥面容的普通老人有着纳摹不同寻常的经历,太出乎意料,太让我震惊了。 五、三妻、三老纪福利。 牵着她的手,我倍感温暖,她就像把我从小带大的奶奶一样轻。 看着她的眼,我常常感到惭愧,她就像一面镜子照进我的无知空虚,软弱狭隘。 我最愧对她的,是2012年,我莫能完成,她曾委托我带20本《高捷的灵魂》回中国的心愿。 后来我搬至纽约上周,一个叫Central Valley的地方。 给那里的图书馆捐了几本。 不远处就是著名的购物区Woodbury Outlets,中国人包团旅游,抢购成风,可惜他们永远读不到这样的好书。 我给若歌教会,成俊华人教会各捐了三本,还给法拉圣图书馆及备赛图书馆各捐了两本。 可是等了几个月也为线书上架,鼓起勇气去问,才知所有捐赠的书都统一交由一个部门去拍卖。 我后悔不已,深怪自己无知,想当然的以为捐赠的新书是必须上架的。 流亡人之书,飘零入谁家? 唯苍天可知。 幸好,我曾分两次委托妹妹,外甥女儿带了四本书回去。 盼星星盼月亮,终于发现浙江图书馆的书目中,出现这书名时,我才大大的输了一口气。 年事虽高,童心未敏,兴致来时,几口成颂。 她有时会被一些古典诗文,朗朗然,心心然,偶尔玩耳一笑,情态生动,恰如女生。 虽然眼睛不好使了,但她仍会对着电脑学word文档的修订方法。 我在大学里教书十年多,如此自律自觉,勤奋好学的女生不多见。 她说她曾想读中文系,但最后选择了学医,我呢,读了中文系,因身体不好,而常后悔应当学医。 我的血型是B型,我猜她一定也是B型。 疑问果然重,两看不相艳。 我惊叹她有着一个曾经果足的小脚女子的身段,却完成了许多八尺男儿都无法完成的杰作。 她早早地超越了小我的狭隘,挑战了勇气的极限,坚守了多数人无法坚守的立场。 我欣赏她,历经起伏跌宕,却仍百折不挠。 高耀杰以她不是权贵,不谋钱财,不调名誉,不计得失的言行,全心书写了富贵不能赢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的现代人人君子,特立独行的形象。 北岛的诗句,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穆志明,曾经是一个时代的写真。 高耀杰因为不想与卑鄙者同行,不得不为高尚付出了毕生心血,汗水,泪水。 在这个千疮百孔与叉子烟红共存的地球上,平均每分钟都有一个孩子死于艾滋病,九个新的HIV感染者出现,也有二百多个婴儿诞生,我们能做些什么? 我们应做些什么?每次去拜访他,我就像充电,原来迟钝麻木的心,惊醒,反思,我的灵渴望有翅膀,自由飞翔。 仰望星空,凡人肉眼如何分辨哪一颗是38980号小行星? 但我深信,宇宙之中,一定有一种力量,叫我们在黑暗中懂得仰望。 尽管2007年4月20日,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把38980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高耀杰,这消息却被政府封锁,官媒集体失声。 一直到2008年9月,北京一家科技导报才出现相关消息。高耀杰得知此事则在12月。 1987年,国际天文台把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上的一座环形山,以李清照命名。 一代真一高耀杰,与一代才女李清照,在我看来,至少有四处共同点,女而身,男而至,极恶如仇,从善如流的品格,生当作人杰,死一位鬼熊的刚烈气质,先后获得小行星命名权,使他们的形象与孔子,老子一起,超越地球,超越国际,飞向天空。 红尘俗世中,我们总被此一时比一时的现实小力拉扯着,无法让灵魂超越成天地大暗。 我们常常地软弱胆怯,害怕真相,逃避真理,求上天赐我们以勇气,求上天赐我们以智慧,叫我们鉴别真假,分清善恶,仰望真理,坚守圣洁。 仅坐小诗一首,重温偶遇,见证上天赐予的奇异恩典。 风雪曼哈顿,迎天迎地间环宇,奇遇高耀节,今生今世,携欢趣。 纽约三日迁,两出两路有平安,人间十月天,亦得一失最自然。